今年的臺北文學月影展 以捷克文學巨播赫拉巴爾為主題 他的小說深深影響了捷克電影的發展 其中又以和導演伊利曼佐合作編劇 一舉奪下奧斯卡外語片的嚴密監視的列車 成為捷克電影新浪潮的高峰 策展人文天祥就說 雖然他是先透過電影才認識赫拉巴爾 但是深刻幽默的文字 讓他從影迷變成他的書迷 描述純情少年的性啟蒙 從受挫到覺醒 出出暗奉捷克60年代的政治環境 電影嚴密監視的列車 讓捷克名導伊利曼佐一炮而紅 也開啟和作家赫拉巴爾的一連串合作 然後這個作品又得到了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 所以兩個人的這個合作呢 就又進行到了那個施益凌雀 那甚至在這個布拉格之村被瓦解了以後 他們在重新的回歸到影壇的時候 也是兩個密切合作 捷克大文豪赫拉巴爾小說作品平凡卻有生命力 成了推動捷克電影新浪潮的爛傷 我當年還很少的時候 就是八九零年代的時候因為街上有很多的NTV 所以那時候看了嚴密監視的列車 那非常的崇拜他 那沒有想到後來他被禁演了二十多年的施益凌雀 就在解禁之後重新出土 結果在柏林音展打敗了所有的芯片拿到最佳影片 電影師易凌雀對國家體制和威權的批判 突圍獲獎 為電影超越時空的影響力下了最好註解 對於政治也好 對於歷史也好 其實提出了非常尖銳 但是又幽默的這種批判的一個觀點 可是到最後依然讓人帶有一股希望的 看完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震撼 就是說另外一個國度跟我們距離那麼遙遠 然後有一部作品也在講他們的記憶 講他們的歷史 講他們的土地 雖然好像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你可以理解 赫拉巴爾另一本重要著作 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 透過一位夢想成為大富豪的服務生 傳奇一生對比捷克複雜的歷史 讓伊利曼佐用盡一切力量 要拿到改編版權 導演伊利曼佐有一把當成是自己 對這位老朋友 對這位文學的長輩的一個致敬跟紀念 甚至作為自己的最後一部電影 影評人文天翔2002年因為策劃台北電影節 才正式接觸赫拉巴爾的小說 同樣迷上了他的文字 台灣出的我每本都有 那就開始變成是從影迷變成書迷 台北文學月影展它是一個規模比較小的一個影展 叫迷女的一個影展 它可以比較甚至比較韌性一點 它可以更精緻一點 它可以更標準一點 它可以更私密一點的 台北文學月影展 聚焦赫拉巴爾的改編電影 願付捷克帶回多部首次上映的修復影片 邀你重溫當年感動世界的捷克電影